接繞 端端前進突然離奇 根本無法控制 車頭一片倒地重摔 往前失控滑行好幾公尺 差點就撞上對象來車 新北三峽三速路上究竟怎麼回事 經過調查原來就在不久前 一輛貨車的後車道沒有關好 車上的實用香油漏了滿地 馬路上常常一條反光痕跡 就在下廟 導致後方倒霉騎士滑倒自摔 全身擦錯雙送醫 同樣驚險瞬間 一輛汽車同車道 突然打方向燈要右轉 後方執行騎士絲毫沒減速 油門催到底狂飆 不偏不以夢撞車尾 人車分離重摔在地 騎士甚至被吃進車底 整個人翻滾慘趴 差點就要被車輪輾過爆頭 網友直呼 一個違規超車 另一個沒減速都有問題 鏡頭轉到市民 打到四段上 一名騎士左右切來切去 就在這時 打左邊方向燈卻下右切 完全沒在看 撞上路邊微停車輛 連人帶車倒地重摔 看起來有夠痛 下面證明騎士也有夠倒霉 交車路口帶轉 完全不想等 油門一彩 知音騎士衝了過來 碰的好大一聲撞上 騎士整個人 彈飛空中狠狠摔出去 機車車可零件 當場炸噴 永和環河 西路二段上 轉彎車沒禮繞 害騎士多處擦錯雙送衣 上路心急搶快 釀成可怕事故 接著周嘉雯 分享喬 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 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電話